2月21號有週刊報導 黃家謙過去遭夏克利家暴 庫哲向鄰居求助後報警就醫 沒想到路上鄰居 竟接到夏克利來電表示 對於指控夏克利則在律師陪同下現身反駁 我從來沒有說這個話 如果有的話 他為什麼沒有把這個 給加拿大進警察局 台灣也沒有給 因為沒有發現 為什麼 因為給可能可以被告 因為是誣告 他從來沒有傷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他任何家暴 這是被設計的 完全沒有檢舉我有家暴 有檢舉我沒有家暴 有檢舉他們在騙 我受不了 每個人都講說我老婆都沒有在講話 他一直在講話 這個金舟看的報告 是誰要講出來的 就是他裡面的accusation 就是他的誣告 你們講的 我受不了 我就是覺得他們可以一直這樣子做 然後我是看不到我的家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們要台灣人都說 我對他是一個不好的人 不要讓他看到他的家人 因為他很不好 我不是 我是一個好爸爸 我也沒有追他怎樣 我覺得 架暴也很不好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一種架暴 男生也會被架暴 男生也會被bully 好不好 女生也可以弄男生 其實我很開心他們有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會搞他們 Long June 我會搞你 東智孔 我會搞你 在今天金舟看的報導當中 提到的這一個董小姐 基本上來講 並不是像這個報導上所說的 是在加拿大的所謂的鄰居 因為他們事實上來講 並沒有住在非常的近 剛那天早上夏先生就已經送 他們家的家人去學校了 那回到家之後呢 他們又就因為一些事情 又有點吵架 因為吵架之後呢 12點1點多的時候吧 夏先生他當時有先出去一趟 回來之後他就沒有看到 這一個黃女士有在家裡 那之後一直到12月12號晚上 才又見到這一個黃女士 如果按照董小姐說的 在中午的那個時間點 有發生所謂的家暴的話 聖保羅醫院的這一個驗傷 確實是在當天的晚上10點多 他們才到醫院去進行的 這個是我們事後 從法院的這一個紀錄當中 去看到的一個事實 在這個案子裡面 更奇怪的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是 在聖保羅醫院的這一個紀錄上面 他講的是看到的 他在右邊的臉頰上面有紅腫 但是呢到了第二天 警方的所做的紀錄報告當中 警方看到的紅斑卻是什麼 到了左邊的臉上面去 從12月1號的中午到12月2號的晚上 當中兩個人完全沒有碰面的情況之下 所謂的紅斑會從右邊的臉上 跑到左邊的臉上 我們認為說 欸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當加拿大警方把這個案子移送到檢方之後 到了去年的7月25 因為檢察官可能看到這樣的證據 實在太過博弱太過奇怪了 就直接撤回案子起訴 那我們可以看到 黃女士透過這一個賴律師幫他發的聲明稿當中 他說了 說什麼 他說7月25號的時候 案子並沒有終結 8月份還會再開庭 但是我們從加拿大法院 他們的公事的資料當中很清楚的看到 在8月份的時候 所有的這一開庭的紀錄 全部表示它是終結的 這個董小姐在今天的報導當中 她所說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來講 我們從來沒有在加拿大法院的紀錄當中 有看到過 甚至在台灣所有的法院的 法院的這一個紀錄當中 也沒有看到過 既然黃女士跟他的律師跟他的經紀人 一再對外講說 這個事情 他們不願意對外繼續去發表任何的說法 他也應該要去約束他的朋友們 不應該在沒有任何實據的情況之下 就任意的對外來放話 對外來說明 那這樣當然對司法會是一個干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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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